欢迎收看历史猛回头 她苦手寒瑶18年 得到的却是丈夫的背叛 明明她是受害者 却反被丈夫怀疑清白 历经千辛万苦 忠诚皇后 却在18天后离奇死亡 她就是薛平贵的结发妻子 王宝串 这场被世人传上了千年的爱情故事 背后究竟藏了有多少的不堪呢 希望朋友们能够引以为戒 家庭条件比较好的女孩 大部分都有一个通病 不知生活疾苦 不懂人心想恶 更不知道门当户对的重要性 往往听了几句甜言蜜语 就深陷其中无法自拔 以为爱情能够战胜一切 王宝串就是这样 他作为丞相的小女儿 从小就过着紧一御时的生活 没有吃过一点苦头 按理说呀 像他这样的身份 婚姻注定会是联姻性质 如同他的两位姐姐一样 按照父亲的安排 嫁入了权贵豪门 但王宝串却有些叛逆 他完全看不上那些皇家贵族的 挽夸子弟 他只想找一个德才兼备的如意郎君 丝毫不在意对方是贫穷还是富有 说实话 要是找个倒叉门的也确实不用在乎南方的经济实力 可德才兼备的好儿郎哪个愿意吃软饭啊 从这一点来看呢 王宝串的想法就有些不太现实 在这种情况下 他遇到了薛平贵 在故事和戏曲中 两个人的出狱也是截然不同 故事中说王宝串偷溜出府塔青 结果被几个公子哥缠上了 怎么都甩不掉 作亏穷出生薛平贵出手相助 不仅解了围也让王宝串动了心 而戏曲更是离谱啊 说王宝串烧香拜佛 发现由于乞丐倒在雪地里 便敢去查看 一看发现这个乞丐仪表不凡 颇有才智 便方心暗许 赠他金银 如果他参加招亲大会 做慈善也没见过这样做的呀 总之啊无论如何 王宝串就是非薛平贵不嫁 弄了个彩楼招亲 老丞相也精明啊 要求只让有背景的公子哥参加 到场的是非富即贵 而王宝串却偷偷让人 把薛平贵给放进了场 扔绣球时啊 更是瞄着薛平贵任务 老丞相得知宝贝女儿 要嫁给一个穷小子 甚至嫁给乞丐的时候 险些被气死 对于王宝串很多人都认为 他是反抗包办婚姻的勇士 敢于追求自己的爱情 所以值得称赞 但这样的观点实在是有些片面 老丞相为女儿挑选夫婿 未必就是贤贫爱妇 而是以过来人的身份 深知爱情和物质缺一不可 婚姻中少了哪个都不会幸福 其次呢老丞相一生是约人无数 虽然不能一眼看透一个人 但也能看个大概 虽说薛平贵文武双全 长得一表人才 可就是这样才让人觉得不可靠 他这么有能力为何会沦为乞丐呢 哪怕卖力气也能养家糊口 何必伸手要饭呢 所谓是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 总之王宝串嫁给薛平贵绝对不会幸福 虽然有一小部分父母的无知会害了自己的子女 但大多数的父母啊都是希望儿女能够幸福的 遇到分歧应该想办法沟通而不是一意孤行 王宝串显然就是一个反面教材 他宁愿和父亲断绝关系 让母亲担心不已 也非要嫁给刚认识不久的穷小子 这也是为何他那么可怜 却让人喜欢不起来的原因吧 总之啊 王宝串算是如愿嫁给了爱情 从城乡府搬进了寒瑶 生活水平啊也一落千丈 虽然日子贫苦 不过新婚的甜蜜倒也别具风味 但千万别忘了 当你太轻易把自己交给一个人的时候啊 又注定很难被珍惜 富家千金嫁给穷小子 你以为穷小子会感激你的不嫌弃 殊不知啊 人家不仅不会感激 反而还会嫌弃你 觉得自己是被逼无奈才娶了你 人嘛就是贱 王宝串嫁给薛平贵的经历啊 就是最好的例子 他与薛平贵的新婚甜蜜还没过去 薛平贵就被征兵征走了 给王宝串留下了仅有八斗老米 十单干柴 此时的王宝串仍对薛平贵期待满满 他知道自己的男人志向远大 早晚有一天会出人头地 这次参军呢就是最好的契机 王宝串与薛平贵约定无论如何 都会在寒瑶等他凯旋归来 结果等来的却是薛平贵战死的消息 在这种情况下啊 王宝串依然选择为丈夫守寡 哪怕他母亲亲自求他回去 他也不肯 一心只想经营他与丈夫的小家 单看这一段啊 王宝串也算是个忠贞的好姑娘 然而他嫁给的却是一个负心汉 原来呢薛平贵并未战死 而是被西凉的公主救了下来 并且公主也喜欢上了这个文武兼备的帅小伙 更是主动展开了攻势 薛平贵这个渣男呢 一想反正也不吃亏呀 就答应了公主 从此啊就留在了西凉 过上了锦衣玉食的生活 这一待呀就是18年 不仅和公主生下了两个孩子 更是继承了西凉王位 穷小子摇身一变成了西凉王 18年后 薛平贵彻底在西凉站稳了脚跟 就想着回中原看看 结果这一回才发现 还有个王宝串为他受尽千辛万苦 而他又是怎么对待王宝串的呢 在京剧《红宗列马》中 薛平贵自己背叛了王宝串 却还敢反过来怀疑王宝串对他不忠 薛平贵心想 如果王宝串还为他守节 他就夫妻相认 如果王宝串已经尸解 他就杀了王宝串 然后返回西凉 你说这是得有多狠的心啊 两人新婚不久便分离18年 薛平贵自己娶了公主 却不许王宝串改嫁 就算改嫁又如何呀 就当不知道各国各的生活 他还非要杀人灭口 这都不能说是渣男了 简直就是变态啊 薛平贵谎称自己是薛平贵的战友 替薛平贵转交家书与银两 并趁机调戏王宝串 要求王宝串改嫁于他 气得王宝串是破口大骂 并逃回韩瑶将薛平贵挡在门外 薛平贵这才知道王宝串对自己的心意 便向王宝串解释这18年 他是怎么过的 薛平贵说打开罗山从头看 才知道韩瑶受苦王宝串 一个才字说明了薛平贵为何18年没有回来找王宝串 不是他不能 也不是他不想 而是他已经把王宝串给忘了 直到看到大验携带的薛书 这才想起了韩瑶王宝串 薛平贵将薛书拿给王宝串看 王宝串这才相信眼前这人就是自己的丈夫 一时之间是又喜又愤 直言要撞死在摇前 薛平贵也算是还有点良心 扑通一声归低认错 王宝串这才不再寻死 又问薛平贵为何变了模样 而薛平贵却让王宝串弄盆水 照照自己的模样 说他也早已不是18年前的大小姐 种种扎心的细节 显得王宝串这18年的苦手是那样的不值当 恍惚之间呢 两人好像又回到了18年前 新婚的甜蜜仿佛就在昨日 然而水中的倒影却是那么的现实 不单单是二人容貌老去 青春不再 就连王宝串苦等了18年的那个人也变了 而王宝串也早已不是那个可以为爱情放弃一切的傻女孩了 18年的含耀生活让他学会了人情世故 所以即便丈夫抛弃了他18年 即使丈夫回来第一件事就是怀疑他的忠贞 即使丈夫已经有了别的女人 王宝串依然选择跟着薛平贵 甚至主动提出做小的 毕竟在那个男尊女卑的时代 薛平贵抛弃妻子18年 不会被人骂 也不会有人在乎 反而只要薛平贵还记得受苦的妻子 还能想着回来找他 就会有人夸赞他的情谊 至于王宝串 没有人在乎他吃了多少苦 受了多少罪 只会夸赞他的忠贞 此时王宝串想从薛平贵这里得到 绝对不可能是感情 而是得过且过的生活 薛平贵可能确实爱过王宝串 只不过没有王宝串想象中那么爱罢了 对于为了他放弃一切的王宝串 给他一切的公主 更让他难以割舍 于是王宝串只能跟随薛平贵回到西凉 他们的故事很快便传遍了西凉 百姓纷纷称赞 当然夸赞的也只有薛平贵的重情义 没有人在乎王宝串的忠贞 同样 也没有人在乎公主的感受 虽然王宝串相嫁给了薛平贵 但明显是公主在薛平贵身边时间更久 并为他生下了两个孩子 甚至薛平贵现在所拥有的一切 都是公主给予的 可给予百姓的呼声 以及他对薛平贵的感情 公主也只能独自咽下所有的不满 心不甘情不愿的将正宫之位 让给了王宝串 看薛平贵与王宝串举行盛大的婚礼 三人之间的感情十分的复杂 既包含爱情 愧疚 嫉妒 又满是尴尬 在这种复杂的关系下 王宝串做了正宫皇后短短十八天后 就突然香消玉允了 此事显得又格外蹊跷 在王宝串当皇后之后 十八年吃不饱穿不暖的日子都扛过来了 为何当了皇后的锦衣玉食 时时有人伺候反而突然去世呢 大多数人认为 王宝串苦手寒摇的十八年 已经耗尽了精气神 他完全是靠着对丈夫的思念 硬撑着一口气 后来好不容易又见到了丈夫 欣喜之际却突然发现 丈夫不仅变了 还在外面有了新媳妇 孩子也生了两个 一时间情绪大起大落 一口气没喘上来就不行了 也有一部分人认为 是西凉公主容不下王宝串 毕竟是公主给了薛平贵在西凉的一切 而王宝串一来就比他高上一头 贵为一国公主 又怎么会容忍别人和他分享一个夫君呢 所以即便有人怀疑是公主 谋害了王宝串 除此之外呢 还要说王宝串不懂宫中规矩 其实从薛平贵身上跨过 惹恼了薛平贵被打入冷宫 心灰意冷 悔恨而死 顿顿大鱼大肉 须不收补而死 完成大婚无憾而死等等 不过呀 无论王宝串的真正死因是什么 对于薛平贵来说呢 都不重要了 重要的是他终于丢掉了这个累赘 王宝串与薛平贵本就是闪婚 互相之间几乎没有什么了解 这就使得二人并没有多少情感 再加上王宝串各种倒贴 让薛平贵并不怎么珍惜这段感情 一隔十八年 哪还剩下一丝一毫呢 恐怕知道薛平贵见到王宝串那一刻呀 才多少有点愧疚之心吧 也仅限于愧疚 为了弥补王宝串 也为了演戏给世人看 薛平贵选择接王宝串去西凉 但这样的行为显然会招惹到 给予他一切的西凉公主 在这种情况下呢 王宝串又成了一个甩不掉的包袱 所以当王宝串去世的时候 薛平贵最多的感受是解脱 他不会为了王宝串感到一丝一毫的愧疚 多年的奢明生活 让他早已忘记了自己的出身 忘记了王宝串为他付出的一切 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 当他重新回到韩瑶的时候 没有相顾无言 没有徐寒问卵 有的只是试探忠贞 以及嫌弃王宝串的容颜 薛平贵不会为了王宝串 感到一丝愧疚 只会自我感动 甚至觉得王宝串亏欠于他 因为是他让王宝串当了18天的皇后 说来也可笑 如果不是薛平贵 别说18天了 王宝串一辈子都锦一玉食 不愁吃穿 而薛平贵却忘用着18天 来抵18年的债 如此令人作偶的故事 为何会被当成爱情故事传唱呢 其实啊 这出戏最早的名字叫《烈女传》 主讲女子忠贞 以薛平贵阵亡西凉 王宝串苦手寒咬 含笑饿死为结局 之后的种种结局都是后人所惧 可是即便如此啊 在最后一场戏 大灯殿中 王宝串也不禁对父亲感叹 大姐许配苏元帅 二姐许配魏佐参 唯有女儿命运苦 海求单打 平贵男 虽然薛平贵已是九五之姿 王宝串也成了皇后 可谁又懂得命运苦三字之中的滋味呢 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大家对王宝串与薛平贵有何看法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我们下期国家不在